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一些市场上的新药物 这是我的利益披露 今天下午呢 我将主要和大家探讨四种潜在的新的治疗方案 我也将会和大家共谈探讨一下这四种临床药物在临床广泛使用 还需要多少时间 卡伯特伟在很多国家已经获批上市 有些是出于治疗目的 有些是出于治疗和预防目的 莱纳卡伟在一些国家也获得了限制性获批 主要是用于大量精致的患者 阿拉曲伟正在进行临床实验 尽管临床实验其实停滞了一段时间 而广泛中和抗拟可能是距离临床实验相对来说比较遥远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将会和大家共同探讨这四个药物 卡伯特伟 如果只是作为简单的预防症荣庙的话 大家可能会知道有两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包括HPTN083和084研究 这两个研究的话 研究风格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都是使用卡伯特为对比标准的TDF和FTC 来进行预防用药 但是入组了两种人群 一个人群是同性恋患者群体 另外一个是研究快性别女性群体 在男同性恋人群的研究数据已经发表 并且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卡伯特伟被证明 优于每日口服剂量的DDF3TC药物 最近段时间 在跨性别女性人群的研究数据显示 卡伯特伟的影响更加持久 可以作为预防类的长期制级和长效制级进行使用 所以这些数据确实是非常的令人醒目 只有可能会改变HIV预防性治疗的范式 那这里也想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注射疗法的副作用 就和很多的在研药物一样 大部分的不良事件的话呢 都是发生在治疗的早期 都是和注射部位反应不加索反生的 大概发生在20%的参与者身上 好 那接下来说一下卡伯特伟作为一种治疗用药 之前的研究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业界一般认为卡伯特伟是一种比较老的 抗逆转路病毒的治疗方案 但是在SOLO严重当中 它轻纷展示出来 可能比我们认为最好的丹药 也就是多拉比林这个效果相比会更好 在2比因的随机化和接受多拉伟林治疗后 病毒抑制且耐受良好的人群相比 药物具有较持久的病毒抑制的能力 同时比较欣慰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方案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那么病毒 载量的失败率的话呢 在注射治疗组的话是1% 所以啊 这个研究的话呢 是符合非劣消性的标准的 那么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 有部分患者 尽管他们是医从了这个治疗方案 但是仍然失败了 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严重当中也能够看到 因为患者的话呢 他治疗失败 很有可能的话呢 会是由整合眉莲 移植剂和非核干的药物耐药性所产生的 那就耐受性本身来说 几乎所有的不良事件都是注射部位的反应 当然了 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比较令人震惊的是 愿意接受注射治疗的患者 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希望 他们的一个治疗方法更加的隐秘 而不想要别人知道 自己正在接受艾茨治疗的用药 好 接下来来探讨另外的一个药物 艾拉曲尾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新的药物类别 它是逆转露霉意味抑制剂 其实在临床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布里斯班举办的IS会议上 也有许多的研究 特别的关注于这药物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方面 首先 其中的一个研究的话呢 就比较了艾拉曲尾和多拉皮林的联合 作用药和BF-TAF的对比 入组的人群超过18岁都有可载 减出的病毒材料 没有耐药证据 没有乙肝 那这个研究的话呢 也对人群进行了随访 一组的话呢是艾拉曲尾多拉尾林联合组 另外一组的话呢是BF-TAF组 那研究计划是168周 那么当时的话呢 由于毒性方面的担忧 这研究暂时停止了 但是我要特别提到 这个研究其实大部分的招募的受试者 是除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 而且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 艾拉曲尾加上多拉尾林的一个联合疗法 是满足非烈效性标准的 而事实上啊 当你来看一下 可能出现的病毒学失败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少的 甚至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大部分的针对于第二代 整合命一练抑制剂的一个研究 已经显示出和其他药物相比的一个优越性 但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却没有发现 但是在这个研究当中 我们又出现了 对于可能的耐药性 和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治疗失败的担忧 比如说 在艾拉曲尾的研究当中 有一位患者 他的病毒没有得到完全的抑制 最终对非可干的药物和NRTI 都产生了耐药性 但与此同时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多拉尾林和其他的一些研究当中 治疗失败的患者 一般是没有出现耐药性的 这也展示出了在其他人群身上比较类似的一个引答 好的 那在这个研究当中啊 我想特别提到 他的一个使用剂量的话呢 是0.75毫克的艾拉曲尾 看上去的话呢 这个剂量比较小 但是的话呢 在CD4的恢复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基本的话呢 是对于所有高水平的CD4恢复的一个动化的效果吧 那这就确实是造成了整个的研究的暂停 因为现在研究人员认为 需要对艾拉曲尾的剂量进行重新的评估 让我觉得这个研究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于 现在人们的话呢 其实真正担心的一个毒性 其实好像觉得是抗内转路病毒的治疗会导致启动增加 大家认为啊 这往往和第二代整合酶炼抑制剂和TAF的治疗相关 但是在这个研究当中 说到在同样的体重增长的情况之下 没有加入整合酶炼抑制剂 没有加入TAF 患者仍然会增加体重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 多拉韦林加艾拉曲尾是符合非裂肖性研究之标准的 并且的话呢 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耐受性 也能够提升CD4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导致了现在的0.75毫克的一个给亚方案的停止 现在也在有更多的研究 在评估新的更低的剂量 我们也要静待看一下之后的研究是怎样的 另外的一个研究是针对于艾拉曲尾的 再次和多拉韦林的一个结合使用 它的话呢 是一个两个患药研究 叫做017 018 018的话呢 潜在是使用这个艾拉曲尾取得疾病稳定的患者 而017的研究的话呢 是使用其他药物取得疾病稳定状态的患者 那这些患者的话呢 随机化之后 要么是留在现有治疗组 要么是进入到多拉韦林加艾拉曲尾治疗组 这里我想特别和大家提到一下 大部分的患药的组的患者 都是基于整合酶炼的一个治疗 大部分的话呢 都是基于多铁拉韦的治疗方法 如果是非格甘类 就是使用利维皮林治疗 如果是蛋白酶抑制剂的一个治疗的话 那就要使用的是达鲁纳韦 那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的话呢 是我们发现患者在患药之后 没有发生体重增加 但是的话呢 使用利维皮林和TTF指导的患者 确实出现了体重的增加 这的话呢 就某种程度上挑战了 我们现有的一些想法 我们传统认为啊 整合酶炼抑制剂和泰腐 是在导致体重增加的元凶 但是研究的话呢 展示出来 其实就算没有这两者的影响 患者也会出现体重的增加 好 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另外的药物 莱纳卡韦 它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新型药物 和我们之前很多的治疗方法不同 它是一种医科抑制剂 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的去研究 医科在整个的病毒生命周期当中有多重要 但是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它的很多部分可以在病毒DNA时期 进入到细胞核 之后能够再造新病毒 而且的话呢 能够产生其传染性 所以莱纳卡韦的话呢 能够阻断一颗途径中的多个位点 好 我相信在都的很多研究学者都知道 卡帕拉研究的一些信息 这个研究的话呢 主要观察的是多次精致患者 他们的治疗选择比较有限 而莱纳卡韦 主要是针对于病毒载量 急剧下降的患者人群 当然我在这里 也不想再去重复这个研究的一些具体信息 我想特别和大家提到 药物的效应是存在的 但与此同时 我们要去看一下遗传障碍 比如说 整合酶炼抑制剂 或蛋白抑制剂 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有效 我之所以这么说啊 是因为我们只关注了一小部分 治疗失败的患者 我们确实发现 他们的医科基因当中的话 出现了基因突变 所以啊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Foot变化 也就是说 需要多少莱纳卡韦 才能够去克服那药性 我们发现 在6.66处出现了共突变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138倍的莱纳卡韦 才能够抑制这种突变 所以啊 一旦耐药性发生的时候 往往也就是高水平的耐药性 好 那这一批发生的到底有多快 这里简单的也给我们展示出 到底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 和治疗的方案是怎样的 这里我选了几个患者的情况 和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这向我们展示出了个体患者 他们的病毒载量 以及包括莱纳卡韦的注射的时间 那确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也展示出了 在注射之久之后 会出现那样 从而产生病毒载量的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 初期出现了病毒载量的下降 之后的话呢 在初期治疗 6到8周之后就快速出现访谈 这是在另外一个患者身上 它的治疗背景当中 并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点 它只是通过莱纳卡韦进行治疗 我们也看到 最初病毒载量下降 之后的话呢 出现了快速的病毒载量的反弹 而且出现了耐药性 这也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非核干类药物的一种传统的模式 这些药物很有效 但是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所以啊 我的理解就是 因为它是一种新类的药物 这是由于它的一个药带动力学 所以最好是每周口服给药 或者是6个月注射给药 它的治疗效果不错 但是如果不与其他的药物配物 并且充分能够实现 它的一个病毒抑制的话 是很容易产生耐药性的 好 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呢 来探讨一下 可能相对来说 离我们比较远的一种治疗方案 广泛中和串体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的 是我认为是一种 HIV治疗的高风险策略 当我们看到HIV 以及包括抗体的靶点时 其实我们能够得到的 只是可以作为靶点的包膜蛋白 我之所以称它是高风险的 因为它们是高度的多样化 你在包膜蛋白当中看到的是 病毒的变异 也正是由于它本身具有 高水平的糖原的一个涂层 所以啊 很多的部分 其实都是隐藏在抗体位点之外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很难找到特定蛋白质的抗体 并且具有广泛的中和作用 能够附着并且去消除此类的病毒 所以啊 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过了一下 目前的进展 事实上 我们也有很多的候选药物 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未来 也有可能去考虑 或者是做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就像它们会更加关注于 B3糖原胃点 这也是相对来说 最高风险的HIV突变的区域之物 包括C2 CD4结合胃点 这个部分也有很多的候选药物 目前在临床上发展很快 GP120 GP41 这些的话呢 都是CD4结合发生的地方 从而进一步的暴露GP41 所以的话呢 抗体很有可能会锁入 那还有包括GP41 HPM2位点 其次的话呢 这些对于HIV和把CD4细胞之间的 第二阶段的膜融合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到底 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有多先进 目前我们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绿色部分展示的是 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的数量 它们主要是观察一系列的 候选的中和抗体 而橙色部分的话呢 展示的是临床前开发的一些药物 红色的话呢 是目前已经停止的临床研究 所以啊 下一步 这些候选药物的发展 我们可能看的不仅仅是一个单药 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多药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样的一个小型研究 观察了三种 广泛中和抗体的组合 那么在四个患者身上 看他们的一个影大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其实患者的 就是病毒的一个抑制 出现了明显的 快速的一个病毒载量的一个提升 会出现下降 很快又上升 所以患者的应答是非常复杂的 即使在少量的临床参与者身上 也能够看到其复杂表现 那么目前我们的一个进展如何呢 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联合研究抗体 被设计成为 针对于多个位点的候选治疗方案 其中的一个研究的话呢 就是使用莱纳卡尾和其中的两种候选药物 来进行使用 好 这两个名字我就不念了 因为担心把名字给念错 他们的简称是叫做Tab和Zab 那么在这个临床研究当中 如果从给药方案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使用莱纳卡尾在注射之后 然后的话呢 会出现抗体的一个融合 那么当然只有一小部分的一个患者 接受了两种剂量的融合研究 但是你看到90%的患者 或者是10个人当中有9个 能够在6个月内实现有效的病毒抑制 但是有个患者确实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啊 面临大量潜在的药物 可以作为广泛中和抗体 我们的前路应该走向何方 对我个人来说 他们好像还没有广泛到可以去涵盖所有潜在的包膜变异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大部分都是基于克力B病毒 这可能并不是全球范围之内最常见的 艾滋病毒的供变异 更重要的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进行筛查测试 能够确定单个病毒是否与正在测试的抗体相匹配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额外的筛查序列 但是筛查序列的一个敏感度目前只有60%左右 所以很有可能的话呢 会错过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HIV的耐药性突变 所以啊 针对于未来这些部分应该会走向何方 它是否能够成为临床可行的治疗方案 可能现在说还为时尚早 但是我确实看到在这个领域 在这些药物的研究上 已经有诸多的精力投入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演讲 希望啊 如果稍后有时间的话 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那么如果到时候 我的飞机时间刚好和会议冲撞的话呢 也希望着大家能够从我的演讲当中有所收获 谢谢各位 未经过的那儿 未经过的目标 未经过的那女生 未经过的部分 未经过 未经过的今儿 未经过的内容 未经过的最大筏 未经过的日子 未经过的 acá 进气候